這次台北車展Jaguar Land Rover的攤位也很有看頭 因為它的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車款所有全部到齊 有些車真是我夢寐以求很想試但試不到 而且還有競爭力超強的F-PACE SVR 你知道嗎?5.0 V8 SUPERCHARGE的動力表現550匹 每匹馬力不到1萬元 等於它整個售價壓在不到400匹 我覺得相當有競爭力 其他的細節我把麥克風交給我同事 Jason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Jason 那現在呢德哥都已經幫我們開場了 我們現在就來趕快來去看看他們這個JL 他們集團這個SPECI部門所帶來的 這麼多厲害的車款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最後面來看一下 在最後面的部分呢 事實上或許各位不要看他說 他隱藏在他們展區的一個角落 各位啊這可是量身價突破千萬的Range Rover 而且你要知道因為它是這個除了SPE的他們客製部門打造的之外呢 它還是所謂LWB 那是什麼呢?那代表它是長軸距的這個車型 所以呢它整個內裝來講 可以讓你的後座成員顯得更寬敞也可以更舒適 比較熟悉一點點的Range Rover Sport 這輛車經過了小改款之後你可以看到它一樣是非常漂亮 那而且跟剛後面那一台這個長軸板的車型一樣 它一樣有著非常狂妄的575匹動力 真的是非常強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麼樣特殊色款的這個車子 當它開在路上 然後你 假設你是開在它前面的車 你看到它這個整個黑化的這個水箱護罩氣霸 它這樣的一個窘窘窘窘窘窘 而且非常凶悍的車子貼近到你車後的時候 我相信你應該會感覺到壓力非常大 因為真的這是一輛非常狂妄 而且又銅質非常巨大非常龐大的車款 可以說是除了融合它們Range Rover它們的越野基因之外 在性能部分表現更是狂妄 但是但是但是 其實我們今天最重要的SBO它們部門這邊呢 我們只要帶給大家兩輛車 第一輛車是什麼 是在我身後的這一輛 這輛車要怎麼認 很簡單 你看到它的這個隱藏式門把 你就可以認出它是什麼 它是Range Rover Vela 但是呢 這輛Vela已經經過了SB部門的這個橋手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內裝已經是非常的具有質感 你光看到它這個椅子 它除了你在運用這個V8 550P動力的時候 你一定會需要的這個座椅的支撐力 還有包覆性表現 它都幫你兼顧了 那同時呢 包含像是 光是這個方向盤 方向盤你光看它的樣子 你就感覺出來 它其實握感是相當厚實 那它後面的換檔撥片呢 尺寸也是相當相當的大 那這樣呢 當然在你在激烈抄駕的時候 也可以更為順頭 好 那另外呢 你看到SB車款 當然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想要認出它的性能 你還可以看一個地方 是什麼呢 我覺得各位 絕對可以看到它的車尾 車尾來說 Velaz 它非常標誌性的 這個很漂亮的這個燈具之外呢 你往下看 哇 你看看它這個尾式管 尺寸是這麼的龐大 儘管它這個只是尾式管 方形的是尾式管 真正的排氣管在裡面 可是你從車後看到這輛車的時候 你肯定會覺得它的氣勢 是相當相當的驚人 所以這輛車呢 我相信 你如果真的有幸 能把它帶回家的話 肯定是 不論舒適感 豪華度 甚至性能的表現 都相當的 會讓你非常滿意 那接著呢 我覺得還可以看什麼車款呢 我覺得 後面這輛 非常艷紅的這輛F-Pace 各位絕對不能錯過 同樣 它車尾一樣有著SDR的標誌 因為這是他們這個客製部門 而且也同時帶來了V8 它5.0升的這個機械隱形 550p的動力 真的非常狂妄 那下面呢 我覺得個人來說 我更喜歡這一台F-Pace 它所帶來的這個尾管 你可以看到 四圓的設計 雖然看起來比較傳統 可是 我很喜歡它這樣帶來的質感 它不性能味 我覺得 可是一點都不輸 我們剛剛看到的VLA的SV版本 它顯得是更加的渾厚的感覺 那另外一點呢 各位 你如果真的 有幸進來這個展區檔車的話 因為畢竟它這邊是 SV部門是圍起來的 那你如果真的有幸進來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可以來看一下這一輛 F-Pace它的這個後輪 你看到它的這個後輪尺寸 非常驚人 竟然來到 除了尺寸來到21吋之外呢 它的這個輪胎的寬度 已經來到295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 295基本上已經是快要接近這種超跑的尺寸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 比較高扁平比的這個輪胎 既能 這樣也在有時候兼顧舒適性 那其他時候呢 它這個P66跑胎 也能帶給你非常強悍的抓地力 好 再來呢 我覺得同樣的要為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的這個前座 我覺得這台車的前座真的是太經典了 為什麼呢 你上到這台車的這個座椅 你就可以發現喔 你看到它這張椅子 完完全全跟Land Rover車型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Land Rover它的品牌來說 它還是要兼顧的這個豪華舒適感 但是Jaga不一樣 Jaga它可以給你多一點點的跑車氛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雙前座的這個跑車椅 真的是太棒了 你可以看到又輕薄 而且你論它的質感來說 它的真皮還有中間這個 林格文的這個呈現方式 我相信你如果實際坐到這張椅子上來說 你應該會相當滿意 而且各位不要看它感覺 它的造型是相當Hardcore 它還是有電條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你在坐在這張椅子上的時候 握著它這個 Jaga比較小盤階的方向盤 它非常經典喔 是增圓的設計 然後後面同樣也有著這個噴檔撥片 所以我相信你在開著這輛車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滿意 那最後呢 我覺得還是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輛車的引擎好不好 因為這輛車之所以成就它的魅力 當然也就是因為它這一個引擎 好 各位稍等我一下下午把它打開 好摸到了 當然開啟引擎蓋當然有油壓頂感 對於這麼高級的車款而言 但是呢現在映入各位眼簾的 它就是5.0升機械增壓的引擎 它可以提供你高達550P的動力 或許各位看說 怎麼感覺上面這個 不像有些豪華車款 上面都會蓋一層塑膠蓋啊 讓你感覺說好像比較有質感 但是你要知道 這麼Hardcore的車款來說 其實它如果能少一點點重量 少一點點裝飾 尤其各位知道它的引擎 在運行的時候肯定是非常高熱的 那這樣子呢 在它的這個引擎室裡面來說 其實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 那而且剛提到的引擎的高熱對吧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先把它蓋起來 來 因為剛對這台車太小心了 因為很怕弄傷它 剛關比較小鈴 好 好 那在引擎室上面 你可以看到什麼 SV的車款 正因為它這個非常強大的引擎 它會產生非常高熱的熱量 所以呢 引擎開上面也有這個非常漂亮的 這個 護營的這個散熱口 而且它是具有實力功用的 所以你在行駛的時候 它也可以不斷的幫你把引擎的飛熱給排出 所以這個也是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輛車款 它不只是帥而已 不只是提供你非常強勁的動力 它在各方面來說 都能提供你非常好的感受 甚至甚至甚至 各位要知道 這輛車它不到五百萬的售價 它除了給你這麼棒的性能 它就連ACC還有自動緊急煞車的這些功能 它都有配置給你 並不會讓你感覺說 我好像只買到車 只買到性能 感覺說我安全上會不會輸人 並不會 因為像Gogua Land Rover 這輛車型已經大量的 將ACC還有AV2這些配備 來投入到這些車上 所以以上 大概就是我們在 今天GR展區這邊 這邊SV 特別的這個客製部門 性能部門 所帶來的報導 那各位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段報導 謝謝 那稍早呢 我已經帶大家看過了這個 Draga Land Rover集團呢 他們這個SV部門的這個 非常高檔的車款 有的非常的奢華 有的非常性能強悍 那或許有些人會覺得 我只需要一台 maybe價格不是那麼高 但是它整體表現 仍有達水準的車款怎麼辦 那麼我會很建議 各位來看看我旁邊這一台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Draga他們全新小改款的 Draga X1 那在它的改款車型上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頭燈造型略有改變 但是其中缺一支的造型燈 當然還是Draga他們靈魂所在 所以它還是相當的搶眼 那它下七八的部分 有點類似五角形的造型呢 我認為它則是增添的XD 以往是比較樸素比較優雅這樣的風格 改成的比較運動性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設計呢 對於XD這輛車其實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那你如果要提到這輛車的編程呢 它總共有P250還有像是P300 一台呢是219萬騎 另外一台比較高階的 則是239萬 那在我們身旁這一台呢 則是219萬的車型 但是它即便是入門款 但是它已經搭配了R-Dynamic的配件 所以你在水箱護罩上 已經可以看到R-Dynamic的背景 那你在車側呢 其實你也會完整的感受到這輛車 儘管它是四門的一台有點轎車設定 但是GaGa從不把它認為是一台轎車 它會把它定義成一台四門的跑房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車尾的部分其實也是相當的動感 雙粗的尾管 然後行李箱上 雖然沒有額外加裝尾翼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壓尾造型的這樣的式樣 所以呢 我認為它整個車尾或車頭 車側其實整台車看起來都很漂亮 那打開它的這個後行李箱蓋 它會自動彈起 但是它不是電動起壁 可是呢 你還可以看到 它裡面除了空間很寬敞之外 它就連剛剛開啟尾門的時候 其實它慢慢升起的那種樣貌 都是相當的優雅 那我們接下來折到它的車內來看看吧 車內的部分來說 包括X1它並不是一台超大型房車 所以自然呢 因為前座的座椅也是設計的比較厚實 儘管它已經設置在B處 但是我還是覺得 像我的西部表現來講 小便上到163 那我大概就只剩兩個拳頭的距離 然後頭部的話 因為它的車頂比較下銷 大概也是只有一個拳頭的距離 或許這樣的車格來說 有的人會講說 嗯 感覺這個 它的空間表現差強人意 但是你要知道 你可以買到這麼漂亮的形態 然後 它也有足夠小家庭使用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只是一台小家庭的買家 或者說 你 maybe 後座乘坐的機率比較少的朋友 我覺得 DRAGOX1這輛車也是很值得一考慮 那我們呢 最後則來到它的前座來看看 乘入我剛剛所言 DRAGOX1它並不把XG定位成一台四門的轎車 你看到它的方向盤 除了科技感非常的濃厚 這簡直就是跑車化的這個 跑車方向盤 它握感相當像它的雜質 後面的這個換檔撥片尺寸更是嚇人 你可以看到 這幾乎已經是跑車等級的大小 那除此之外呢 前面還有數位的儀表 儘管它現在沒有亮起來 但是它是數位的儀表 然後像是中控呢 則也是用大螢幕 上下都是大螢幕的呈現 那這些轉輪 它轉起來的這個質感呢 則也是相當的滑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麼一輛 非常優雅的車子 而且我甚至 就我之前試駕過 舊的XG的經驗 我真的是認為 或許它看起來文雅 可是它在三道看起來 真的很有好喝 所以我覺得認為 這輛車你如果會喜歡的話 千萬千萬要記得來看喔 好嗎 好嗎